距离本频道上次提到俄乌战争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现在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 在过去的一周内,克里米亚爆炸不断 就连塞凡堡也升腾起了人间烟火 这不是俄军在吃烧烤 而是乌军在进行强制戒烟行动 4月24日,曾经有一小匹乌军无人机在夜间偷袭塞凡堡 但他们要么被俄军拦截,要么原地直包 造成的实际伤害并不大 事后看,这很可能只是一场试探性进攻 目的是摸清俄防空部队的虚实 以为接下来的风雪攻势做出准备 4月29日,有至少15架乌克兰无人机 突袭了塞瓦斯托布尔港口附近的炼油厂与油库 俄军声称在其高效的防空火力之下 仅有一架得手 然而现场传出的大量视频和图片 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浓烟滚滚以遮天蔽日 熊熊烈火如末日审判 这一次袭击至少造成10个储油罐被毁 4万吨蓝油清可间化为乌有 整个储存设施,短时间内恐将难以修复 这是自去年乌军勇自杀无人艇 袭击黑海舰队之后的又一大战果 5月1日,塞凡堡又传出预期的消息 根据流出的画面判断 这一回是俄海军基地的那一车被打 5月3日,乌军无人机再度出击 这一回直接打到了俄罗斯本土 克斯大桥对岸的曼塔苏油码头被集中 此速距离前线270公里 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最大的石油与天然气转运基地 我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定会是猎杀俄罗斯水面舰艇的最佳时机 各位可以异口同声地说出来 这军舰要是没了油,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海上飘荡的死鱼啊!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乌克兰的这几次袭击都是冲了军用表区的 而且极其精准,尽量不伤及无辜 反正根据俄方通报,爆炸军位造成人员伤亡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俄军对乌克兰城市乌曼发起了导弹攻击 共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26名平民上升 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两相对比之下,更加凸显了乌军是一只仁义之士 打出了人道主义战争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磨砺,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是越来越如火纯青了 预计这一系列的打击还将持续下去 而且说不定会越来越密集,攻击范围也会越来越大 不过从反攻的角度来看 现在就猛打克里米亚方向会不会有点远呢? 难道乌军要发动两栖登陆直接打爆敌方水晶吗? 当然不是,持续在于削弱俄军的动能,而被发动直接攻势 但上一期我们曾提到 打击后勤补给确实是乌军反攻的先决条件 只取塞凡堡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2014年起,俄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围绕着这里展开 为了让黑海舰队有港口可用,就必须吃下塞凡堡 为了确保塞凡堡的安全,就必须吞并整个克里米亚 为了把克里米亚牢牢地攥在手中 则必须打通乌冬连接路桥 这次场战争的根本意义所在 而一支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是有上限的 要让黑海舰队有油可用,就要修理设施补充燃油 同时还要加强防空力量,防止乌军的二次打击 而这些动作都需要占用本就非常宝贵的后勤支援 也就势必影响前线的防御准备 所以如果我是普京,我现在一定会命令黑海舰队 早晨预下的全部舰艇,释放后勤和防空能力 这恐怕是这队飞铁们的唯一价值了 看完了克里米亚,咱们再来看乌冬 巴科姆特,俄军已经拿下大部分城区 并从城外的南北两侧不断挺进 逐渐把战线打成了一个三角形 游入一张雪盆大口,四咬着乌克兰的土地 但为了撑开这张大嘴 俄军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近日美国方面确认 俄军在乌克兰共有2万多名士兵上升 8万人受伤 10万人的总伤亡 却始终没能在战场上拿下任何关键节点 也没能够取得任何战略优势 投入于产出不成正比 而这样的战线又那个维持多久呢 最近备受冷落的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 都在采访中忍不住抱怨 由于缺乏火炮弹药 瓦格纳在巴赫木头的人员损失 比正常情况下高出5倍 其要求俄罗斯国防部每天提供4000发炮弹 但目前获得的供应量为每日800发 并且他以来威胁称 如果烧伊古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瓦格纳将从前线撤出部分兵力 以避免全军覆没 而反观乌军这边 虽然手上掌握的城区面积 只剩下不到3平方公里 但能上下一星同手抵开 5月1时 乌军开始在市中心和北部地区 发起有限度的反击 至少有10个截区出现了激烈交火 据称单任进攻的可能是王牌的九三机部旅 看来乌军所言坚持到最后一刻 并不只是加油打气的口号 而是实际的作战方针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什尼科夫 上周五对媒体表示 乌军武装部队计划中的反攻 已经准备究绪 只要天际条件允许 我们就会这么做 而北约方面也证实 其承诺的战斗车辆 已经交付超过98%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每一天 反攻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我们不妨提前来预计一下 未来的战产环境 目前的主流分析认为 乌军最有可能在扎波罗勒州发动攻势 由北向南 只取梅里托波尔 缺起来说是从卡米西克 到胡里埃波勒之间 这70公里宽的地带上 这一带的道路情况相对较好 至少能构筑三条纵向补给通道 且整体地势相对平坦 利于机动部队快速通过 但乌军推进至托克马克时 可能会遭遇麻烦 没落其纳河在这里穿城而过 并沿着主攻方向由北向南延伸 之后还分出了多条支流 而军也很可能会在这里重点设防 凭借地理优势 挡住军南下的脚步 至到去年基辅达出退之后 俄军就在扎波罗勒州挖掘战壕 修筑防御攻势 此前那些火车上的踢步坦克 也大多运往此处 很可能会被当作固定火力点使用 看起来他们想学乌军第一阶段的战法 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固守 同时撤回一些激烈地点的兵力 比如巴赫姆特 并把这里变成反向的巴赫姆特 吸引乌军入城巷战 抵消其进攻的失能 而且这一代受到的战火波及较少 人口相对稠密 因此甚至不能排除 俄军直接绑架乌克兰老百姓 以人肉盾牌战术 束缚乌军的手脚 总之就是要不计一切代价的拖时间 拖到乌军的先进弹药耗尽为止 你不是有先进主战车吗 你不是有高精度火箭炮吗 那我就用前伏后绝的炮灰 把你消耗干净 那你再次变成跟我同一个水平 同时给乌克兰平民造成大量伤亡 并以此为借口扭转国际社会的民意 这意味着乌军从这里反攻得突出一个筷子 发动机动力量快速夺取桥梁和关键路口 切断俄军的补给 让俄军守无可守 同时还要准备充足的周桥和工程部队 以应对交通线被提前破坏的情况 而在战线的东边 还有一个地点也很适合发起攻势 那就是隶属多年斯克州的弗勒达 这里曾经爆发过本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战 在五个月的时间内 有超过130辆俄军坦克与装甲车辆被摧毁 侧命说明其第四平坦 四合装甲力量机动作战 俄军自动经历二月的进攻授索之后 已经放弃对这个小城的合围 只促动空军和火炮进行打击 而在最近的战斗中 乌军发现这一代的俄军 大多换成了未经训练的动员兵 其作战数值堪忧 战斗欲望低落 很可能是整个战线上最软的一块 另外此处距离阿富迪夫卡也不远 这个地方咱们之前也说过 他看着像是俄军在进攻 可打着打着却被乌军反推了回去 与其说是被包围 倒不如说是乌军刻意留下的一个突出步 两地若配合得当同时发力 只可打出连击效果 既可切断顿涅斯克城与南部战线的联系 又可禁兵马里乌波尔报去年的一箭之仇 不过从这里出发也有一定的缺点 那就是道路条件不够好 离乌军的补给点更远 离俄军的补给点更近 唯一的一条主干道还处于俄军的控制范围中 稍有不胜就令你被切断后路 处于打得好则进角克苏 打得不好就进火战场的情况 那么发动反攻需要多少兵力呢 乱绕单一方向突破来算 乌军的第一波攻势可能会新制造出大约200公里的战线 目前乌军通常是每个旅空着15-20公里的前线 因此保守估计在第一阶段 乌军至少需要投入10个全新的作战旅 与俄方对比 乌克兰的人数始终不占优 因此必须得让新接收的西方武器发挥尖刀作用 并用快刀斩乱麻 不给俄军喘息之机 可以说战场目前的局势使暗流涌动 各种机枪都表明 一场席卷侵略者的风暴即将到来 当然无论如何 十英派粉红们一定会说 乌军这么厉害 咱们还不达到莫斯科啊 乌军